切了就代表每个人都遵守了 就要有这个责任性担当 咱来解释一下吧 这第一条就是 就老托啊 老不配合啊 这个影响得不是个人是团队的 其实我说句话 我觉得惩罚还不够不够狠 第二条保持礼貌礼 对待任何事情 大家至少有最根本 最基本的尊重吧 不管是不是在好的朋友 对比如像这种人 我们在这 我们说这个事 你看这个人 对他已经违反了 我觉得他已经违反了 ok 所以陈正伯 你要请我们喝一个星期的东西 还是帮我们洗衣服 你自己选吧 可以警告 但是我觉得警告要自己觉得被警告 他你会觉得被被警告 没问题今天兄弟想吃喝什么 我请你们喝什么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啊 然后第三条 对友直线尽可能坦诚相待 就是 咱有啥说啥 不管那个咱打架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或者会当时会有矛盾 但是尽可能都把它提出来 然后 意思可以打架 但是也要有轻重 我觉得这个是应对于前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继续发生的一个解决方法 那六条 不可以因为个人情绪 对工作人员无理取纳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算在这一条的补充里面 就是保持礼貌礼仪对待任何的事情 第六条不能不能影响队友的夜间对面 第一条是提着我们五个人不能耽误排练 不能耽误乐队的事情 第二条是我写的 第三条是 是廖俊涛写的 队友之间要坦诚 然后第四条也是 大家一起的一个建议 可以大家但要有轻重 第五条是我们一起发起的 第六条是廖俊涛发起的 呃 第七条是以上提及的惩罚 啊 违反了的话 就 包一个星期所有喝的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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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